今天我們民主金融市黨部以及我們基隆市的黨籍議員 還有我們所有的黨員代表我們現在全體基隆市的黨員以及我們全台灣的黨員 公開要來基隆市地方法院來按鈴像 昨天我們小董真心話698電台小董真心話裡面的節目主持人董志森 對他公開提告 提告的理由是因為昨天董志森先生 在他的節目中公然的說只有畜生才會加入民進黨 我們希望董志森立刻道歉 我們要跟他索取我們象徵性的新台幣一塊 以及希望他能夠立刻登報道歉 現在在防疫期間我們全體國人共同的敵人應該是疫情 並不是彼此 那董志森先生在節目上公開發表了 如此撕裂我們這些國人同胞情誼的言論 那對於我們來講是非常的遺憾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